关注朝鲜半岛的紧张 北韩在周三再朝南韩空投5500颗垃圾气球 其中有一个坠落在首尔龙山总统办公室 南韩总统尹席月承诺将努力确保脱北者不被遣返 上半年北韩的脱北者入境人数高达105人 呈现增加的趋势 一名军人蹲在车辆旁 小心收拾着可疑黑色塑胶袋 打开一看里头装满垃圾 其中还有疑似使用后丢弃的食物包装置 这些都是24号早晨从北韩飞来的垃圾气球内容物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25号指出 所有气球已经坠落 大多数落在南韩境内 装载物多为废纸和塑胶垃圾 并未发现危害安全的物质 即便如此 仍造成南韩民众不满与口慌 这已是平壤 今年第十次对南方释放垃圾气球 不同的是这回由部分气球坠入韩国国家重地 包括首尔龙山总统府 国防部和国会大楼都出现气球踪击 首尔金浦机场也一度被气球干扰影响 24号晚间暂停起降约一小时才恢复正常 北韩18号 21号 24号连续密集空飘 韩军早在21号便挤出反制 时隔39天全面重启扩音器广播 南北韩边界所有据点同步播放 韩话内容除了K-pop歌曲 还包括北韩外交官托北 以及北韩在非军事区买雷时 发生爆炸到制士兵死亡等 北韩人民可能还未得知的消息 但连续多天的新战手段 并未让平壤当局停止气球攻击 后续韩军不排除寄出更有力的应对措施 而敌军恐怕也已做好更多挑衅准备 新闻市国防部长官 台北民团队在台北战弹砍破的 风扇丢的场所 北韩有冲击或破局的可能性 除了向边境进行炮弹轰炸以外 南韩国防部长示警 北韩还有可能埋受地雷 或是实施GPS干扰或网路攻击 就在两韩关系陷入无尽恶性循环之际 韩国同一部公布最新数据 今年上半年入境的脱北者总计105名 比前一年小幅增加6人 去年11月投奔南韩的北韩前驻古巴外交官 李一奎接受韩联社访问 揭露今世强硬政权下 明星可能早已动摇 李一奎坦言去年3月到4月 传出北韩即将重新开放边境的讯息后 数十名旅外北韩人士试图脱北 尽管大多数人成功脱离 但被残酷强制遣返的案例也很多 而他自己是在去年11月带着妻儿逃往韩国 离开古巴之前 他一直从事抵制南韩与古巴建交的工作 却在政府内部面临不公平和压力 最后决定投奔韩国 李一奎认为与革命一代不同 现在的北韩青年属于韩流一代 在心里做着自由梦 但话锋一转 李一奎强调平壤当局已逐渐加大管控力道 恐怖统治和连作法让当地居民不得不服从 警示政权短时间内仍难垮台 TVBS新闻综合报道